留著提防左膠海報 邵家俊說要拆惡人大台 就算現在人們突然笑我們 經常都禁天我 但我覺得禁天我沒有錯 爭取民主 誓不罷休 歷史見證因果循環 沒有雨傘運動就不會有俊議員 這句說話是邵家俊自己說的 我經常都告訴別人 我不適合做議員 因為我喜歡選題目做 我不喜歡讓題目選我自己來做 張國柱在2013年邀請他做佔中死事 秘密籌備佔中 到山運爆發 除了病到入醫院那幾天 幾乎每天都留守大台 很多時候我拆動 我叫大家舉手機 但那些場面你看著整個金鐘 看不盡的那些燈海 那些不是燈海 那些是人海 那些是信念的海 除了鼓勵士氣搞分享 大台作為信息傳播中心 責任重大 很多流連飛羽 我就是中了伏 10月16日晚有人衝上台說 龍禍道射了催淚彈 邵家俊引述有關消息 結果原來是流了 大台受到四方八面的攻擊 提防左膠結束一台專政等海報 邵家俊仍然留住他們在辦公室 不是我認同 反過來這些痛 我覺得不可以忘記 決心從禎 因為怕社工註冊局被染紅 結果以票王的姿態當選 再做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 他想做的是 拆一些惡人的大台 我希望讓社工知道 雨傘運動敗而不潰 雖然我們這樣完結 大家不是很愉快的事 但是不要停在那裡 他認為雨傘抗命不應命的精神 已經直跟社區 就泰和村踢走建制濫案法團可以見到 只要香港人不應命 長遠肯定可以成功 謝謝大家